灭火器使用介绍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干粉灭火器 它主要可以铺灭A类、B类及C类火灾 A类火灾就是普通火灾 像是纸类、木材、塑胶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可燃物起火燃烧 B类火灾及油类火灾如食用油、汽油等可燃性油脂发生之火灾 C类火灾及电器火灾指通电中之电器设备如电线、配电盘 若能截断电源则以A或B类火灾处理 如何检查灭火器是否堪用呢? 以下为不合格的灭火器太阳 NG1 皮管均略 NG2 压力不足 指针没有在绿色范围内 NG3 鱼漆未检修 NG4 钢瓶锈时 NG5 无贴上刃可标示 如何使用灭火器呢? 使用口诀为 拉 描 压 扫 1 拉插销 插销通常有束带固定 可以扭转方式解开再拉出 2 瞄准火源 位于上风处约1到3公尺距离 对准火源根部 3 压提把 一手拿好皮管 一手按压提把 使灭火剂喷出 4 扫射火源 左右来回扫射火源根部 以达最佳灭火效果 大家都学会了吗? 接下来让我们实际操作一次吧 拉 描 压 扫 最后 有几点要提醒大家 1 灭火前应预留逃生退路 2 火石大小超过身高时应尽快逃生 3 熄灭后应浇水将余进冷却 4 喷洒过的灭火器不可再使用 应重新填充 5 灭火器每三年应定期检修 6 可以检修还颜色 辨别是否经过性能检查 7 灭火药剂对人体有害 不可对人喷射 最后 祝大家新年快乐 出入平安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鸟松分队关心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